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公諒 我是林志彤 這個環節請來Rafi 跟我們聊,Rafi 你好 你好 先提醒大家 如果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問一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ESTCHANN.COM 或者WhatsApp到910714-200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的走勢 港股越跌越多 暫時跌314.3192的水平 跌幅大約1% 企指數跌122 最新半12286 大股成交暫時299億多 問一下Rafi 市今天雖然回落 但之前六天都升了很多 差不多1400點上來 都升了半成有多 現在呢 其實看回過往 一月又曾經去到33000之後 又見頂回落 然後幾次都去到31500這些位置 又再下回 今次的效果也是差不多 昨天上去的時候 今天又下回300多點下來 是不是那個區間呢 現在都繼續向下移呢 還有還有沒有力氣再向上衝呢 之前那幾天的氣勢這麼好 我覺得就有機會向上衝的 但當然現在 現在免他來說 真的像你這樣說 還有叫區間上落 是 因為特別你看到 早幾天可能3萬左右起步 去到昨天又是31500 今天又回一回 現上如果以職日來說 好像真的1400至1500差不多 甚至乎始終是那樣東西 就是經常都說 就是沒錯 過去六天的升幅是幾零例的 但是問題也是成家不多 變相也是那句 成家不多 其實再向上衝的動力是差一點 所以逢去到近幾個月的高位 稍為要拿一拿住 其實都合理 再加上至於今日回 明顯大家都知道 一來就騰訊 都立了很多 因為過去的六天升 都是騰訊大分上來 沒錯 而騰訊大分上來的主因 又是昨天晚上 看到資金有了少許匯賣現象 例如納指、科技股流走 反而流回傳統的銀行股那邊 所以今天騰訊大分上的反應 是走出來 完成整個市場 就少少叫做回一回 但是你見到回回 雖然點數300點好像也不是少 但是始終仍在300,112這些位 我覺得又不算太差 甚至乎如果大位來講 只要31000 我覺得都能夠多少運 其實問題不大 而且以下星期來計 其實經常都說 要觀望的事情還有很多 其實這幾天都有 不要說下個禮拜 這幾天有G7的領域 要看特朗普怎樣 給其他人針對 要看怎樣回應 而下星期有特金會 以及議息 其實要看這些因素 但是幸好這幾天 大家都數得出來 我也覺得最終的結果 應該挺不錯 所以可能這幾天會 直接叫透一透氣 但是到那些結果 慢慢出來 是不錯之下 到過完之後 我覺得再去上市 機會性是有的 反而上面的目標 我覺得如果一旦破了315 這些位樓上 可以看回31800至322 這些位附近 為什麼看這些位置 1-322大家都知道 整個大的一個區間定位 2-31800 正正剛才說到 今年年頭的位置 3-3-4-8-4 滑下來滑到2-9-2-9 整個跌浪裡面 黃金比率0.618 剛剛是31800 所以有機會試回31800至320 這位附近島 但是我覺得 短線來說 這幾天 可能整掛先 其實都是一個 星後數的正常表現 好了 講完大使 給大家一些資訊 騰訊昨天就是北水沽最多的股份 昨天北水的沽盤都幾多 差不多 11億人民幣 可能都會左右到大使的表現 除了講大使 今天想看有什麼新聞說的時候 都不太找到 看到周大福 周大福跌得幾多 最低10.12 現在都跌近7% 昨天就出了份業績 很久沒見的純冠也是出來了 我們看回業績方面 全年的純利 按年都升到大約3.4% 末期息15港線 也都派了特別息30港線 派息也都按年增加到大約1.5% 營業額升到大約1.5% 內地和港澳地區的銅店銷售 都有大約8% 以及1%的增幅 但今天這樣跌下來 是否大家都不太收貨這份業績 還是對它的前景都有些隱誘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本身業績不算太頑皮 但你說今天跌 可能一來一些 類似的資源因為升了線 變相借了業績出來之後 可能有少一些短期的炒作 可能是沽課離場 一些所謂見光死的原理 但看法上我覺得不是差的 幾樣東西 一來始終業績 雖然你說大數跟之前的行業績差一點 比預期是低一點的 但其實又不是說有得太狡猾 甚至今次所謂比預期低的一個因素 特別是側它一些個別的利潤指標 例如毛利率那邊 仍然跌下去 但其實公司也有解釋過 就是毛利率跌 今次因爲兩個因素 一來就是存貨減值 其實之前都繼續做 今年二來就是一些批發業務做多了 始終大家都知道批發業務 一定比一些零食業務 是利潤低一點的 但是以公司自己也解釋了 就是未來 存貨減值那邊 預期應該是不需要怎麼做的 或者也要做越少 要也可能少很多 其實未來的利潤空間 我覺得有機會拉幅一點 無論有機會提升 不是太差 再加上整個零售業 即是本地零售業 其實整體無論是賣珠寶 賣化妝品也好 其實是見到始終有個復甦 現場至今 無論是零售數據 或者其他公司公佈的營運指標 其實都很好 再加上未來 當然未必會有很大的推動性 但會是偏正面的因素 就是未來有廣州大橋 也有高鐵 雖然說過很多次 未必會有條橋 有很多人來的 但是會有些正面推動 原來這些都會對整個零售業 我覺得不是太差 所以其實可能今次 正正是因為之前炒物線 有個少少叫做回落下 但我竟然同在 這個未來再回落一點 會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所謂的吸落機會 因為反過來 除了前景不差之外 其實剛才智隆都說 今次業績裏面是有個特別息 因為之前中期業績 那一刻他沒有派特別息 其實他解釋了 就是因為留在彈藥做一些發展 其他事情 但今次就重新派回 如果派了特別息 計算數 息率也有五厘有多 其實是一個挺吸引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 應該大電空間不是這麼大的 變成如果接下來 10元這些位置 都能夠站穩的 其實我覺得中線的吸納價值 是會挺高 我覺得慢慢來計 除了收息之外 可能你就算不看得多 只要接近現在的定位 15.5 其實都有過半的水位 其實我覺得吸引性 都會比較大 只要下面來計 其實不穿 可能是9.4這些位 我覺得其實問題不大 嗯 今天那些低位 都很高的50天線 但是看到50天線 都似乎有個不錯的支持 另外 除了講他份大數之外 公司也都有 在記者會上 都有提到 會重啟他們開店的計劃 之前呢 不斷地保持住 去關閉一些店 但是現在又開始開店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策略呢 其實我覺得 這個步伐挺不錯的 一來跟回整個零售業 正如剛才正在復甦 你變成在復甦的階段 你開回多些店 你受到可能未來的破壞因素 其實是OK的 再加上剛才你提到的一點 就是過去幾年 可能偶爾有關店 特別關店 可能很多都是一線地方 不是一線城市 就是香港一線地段 那些本身租金水平比較貴 而且過去幾年零售業 又不是太好 所以主要關店 而開的那些 其實過去幾年都有開店 但是開一些可能 一些比較一線尾 二線頭的店 相對租金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甚至公司也說到 租金成本 其實未來還有下降的空間 再加上如果你有下降空間之下 可能借著這個租金市場 還在下跌的話 你開回多些新店 甚至選的店舖 都是一些二線地段一些 其實租金壓力 我覺得又不是太大 所以整體的成本 我覺得有機會慢慢 增幅可能沒有那麼大 就算未必跌得好 至少沒有預期升得那麼誇張 所以壓力上說不會那麼重 所以整個步伐或方向 其實算是很正面 所以我覺得 你以後只要股價 可以有一個喘定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 即是中線的一個吸納機會 剛才也說到股價 去到五十天線有的支持 現在都跌少一些 一跌6%左右 10.36元 什麼位置買好呢 以及可以看幾多呢 當然比較漂亮的位置是10元 但是你說這些位置 下不下去大家都不知道 是 但是如果說真的 你不介意這兩三帽子 其實你說10個2附近這些位置 我們都可以考慮 因為是五十天線 但是到時一樣 即中線來說 我覺得上面 起碼都要望回11.5線 即前高位 當然破多是再望高一點 而下面你計 因為剛才提到的 我覺得只要不穿回 例如去年 可能九月份 那些高位 9.40左右的位置 其實風險 我覺得又不算太大 因為你說過去 未計四月份 突破上來這一陣子 之前來計 其實整個長方形通 都在走著 高位正正9.4 左右 所以我覺得只要接下來 都保持著這些位置 其實有貨的 其實不妨可以先持有 好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要欠位買一隻 周大福 但是同業 六福今天都是跌得多的 如果兩隻去比較 你又會選哪一隻呢 我看新聞 六福第三季的港澳銅店銷售 僅僅是升大約百分之一 會不會是周大福的質地 又會好過六福呢 其實如果給我選 我覺得 其實兩隻 它業務差不多 但如果你在這一刻選下去 我覺得都是周大福 似乎是好一點的 因為幾樣東西 一來就是六福 其實今天當然一樣 都跟同業一直下來 但是 它就未出最新的一些數據 沒錯 那面上有個所謂的不確定性 但當你反過來說 你可能搏它真是好 那這一刻下來了 到時炒上去總有空間 但是這些是好5050 所以你只有一個搏字 但是反而你說周大福 起碼都真的出了數據 雖然剛才提到 可能個比大數 比預期是低一點 但是其實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甚至乎借著這一刻下來之後 又有個所謂叫第一級的機會 而且都有特別的 因為六福應該派息 那邊沒有周大福那麼強 所以如果依回給我自己選 我也覺得周大福似乎是好一點 而且依回六福 其實本身的價 即是累計升的幅度 不是很少 可能今年年頭 二月初那些低位計 其實彈了上來都差不多五成 所以其實彈的幅度也不是低的話 我覺得現在來說 他的直播空間暫時不算太大 好了 又問了這個版塊之後 又回答家庭觀眾的提問 先回答家庭觀眾的電話 Facebook和YouTube上的問題 很快會再回答大家 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你有沒有貨 我有貨 我有貨 當時我在上個禮拜買 我買是入7.83 我也知道這個經銀行 會上網幾多 好 問問建行上網幾多 如果看過股價走勢 開圖來看 市升這麼多 但股價也是很低 在這個升市裡面 升了千多點上來 它都算是非常落後的 一些板塊 一些浪人股 北水好像似乎不太看 建行的 7.83買 可以上網幾多呢 這一陣 其實我覺得不用太心急 中文長線 一來他買的價錢 其實算是多漂亮 7.83 如果他講到上個禮拜買 差不多上個禮拜最低位買到 其實算是買得不錯 而以來 就像志龍這樣說 等於這一陣子 其實股價升了上升 145點 譬如騰賞也升得多 但那些浪人股其實相當升得少 但其實它都有升 即是建行游回7.8 都升了上升 差不多8.3 其實不是說沒有升到 但真的慢一點 但這個動作或者這個走法 跟以前一樣 以前的浪人股一直都是慢的 只不過是年初浪人股 特別升得誇張 所以大家覺得浪人股好像有得炒 但其實一向浪人股都不是炒 所以之前自己說的就是 你預料到來的浪人股 都好像之前一樣走慢 有機會慢慢上升 又收下息 其實變回好像以往 所以我覺得 如果7.8有貨 其實問題不大 就是慢一點 但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就保持著它 甚至乎 又可能真的中線收下息 因為其實你說現在這樣說 其實建行 都還是屬於一個環區間 裏面走 也不說真的跌穿7.8下面的位置 但上面來說又升不到8.3 8.4這些位置 變相現在都是這位置上落 其實這些位置上落 你說走不走是有點尷尬的 所以我覺得 又沒有特別多一些 可能很大的風險 很大的利膽因素 對它們是有個沽額的 其實與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如遲靈保態 我覺得就駕駛才會好些 因為反過來說 就算它們不太升 但起碼抗力都偏高 我覺得風險又不是那麼大 所以不妨可能中線繼續持有著 Ralphie就建議鄭先生可以繼續保持著 鄭先生有沒有其他股份都想問一下 鄭先生有沒有其他股份都想問一下 多謝你的電話 鄭先生 另外又回答一下Facebook上面的問題 有位朋友就是Cynthia 問一隻14400福壽元 什麼價位入號 沒有貨和上網多少殯儀相關的股份 買不買得過 其實也不知為何突然問一下 是 看它走勢都不錯 當然是走勢都很強 也不知為何會這麼強 反過來說 需求大 你有沒有旺貴 那麼差點 應該幾時都有人走的 變相是否突然持續性令股價這麼強 我覺得又未必是 所以其實你說有沒有什麼特別因素 而令到它這麼好上升 我又暫時見不到 所以其實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還能否迫得過 我覺得未算太直播 因為反過來說 其實你說殯儀相關的業務 沒錯 需求持續都是有的 是 但是你說有什麼令到它增長空間 可能盈利很大 或者股價可以升很多 你持續來說 一定會靠很多 比如收購併購 它還是壯大自己 否則你只靠原本的業務 其實不會有很大的增長 但是現在股價已經先走 當然不排除你 可能更加多小 但現在股價已經先走 我覺得現在先搏下去 其實直播性就不算太高 所以中線就覺得真是一般 但如果純粹你短炒 你可能順了小 覺得挺漂亮 想搏的 當然不是不行 但是你可以等一等股價 下回大約8.8 樓下這些位置 即10天20天線附近 這樣會好些 因為其實你看到圓著 都是這兩條線上的 所以如果你搏這刻 未必能夠即時突破 而有個少許整固的 可能去分8.8左右 到時才買回來 會比較合適些 但是上面來說 你可以不用急定住 但下面來說 就以分8.2 50天線做止蝕 我自己在想 複售員 要看基本因素 關不關木材價格 或者指價事 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未必能夠升這麼多 因為指價 特別費指價 其實都升得很多 所以我覺得近期這樣升 就真的不是太明顯 純粹資金炒了 會不會有 有這樣的機會 是的 Sinphia可以考慮一下 Rafi的建議 另外 又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YouTube問題 稍後再回答 王先生在電話旁邊 王先生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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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哪隻股品 是的 我買了1889 還用六個七號八買的 六個七號八買的 現在跌到 是的 是 六個七號八買 買了十萬股 換句話 現在真的跌到 不用跌 應該走 是心愛健康 是嗎 是的 是六號幾 是嗎 六號 不是 是七號八 是七號八 哦 好啊 又問一下Rafi 是 應該 你的朋友 是否之前也打過來問 是否駕駛了很久 是呀 駕駛了很久 之前也問過Stanley 我記得 之前也說過 衝了上去 是否應該走 擺不到機會 是回到家鄉 其實之前那幾天 但是 看到又回到家鄉 現在還拿著 有沒有機會再彈過一陣呢 當然 其實你明顯地 近期 特別你說早前 可能五月中開始的炒上 其實就完全是因為 整個伊日板塊當時很強 形成的資金都輪著去找一些伊日相關股去追捧 你說特別可能打幾隻 始終升的幅度多 基本上就可能偏小一點 所以形成那一下 一有資金追下去 因為以往這隻本身成價很低 或者沒有太多的交投 你如果有成交推下去 價一定是升上去 所以你看到那一下升的幅度 是挺誇張 但是說真的 證據說 譬如一號幾兩號指 升到近期最高八號指 其實都翻了幾倍 所以旅升幅度這麼大 現在說真的 屬於一些可能 明顯的急升之後的整股 或者調整 因為其實你說消息面 真的沒有特別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這一刻 怎樣去部署 怎樣去做呢 說真的 因為本身你七號八指 持有太久 也不是小貨量 即是十萬股 雖然計算壓度 可能真的不是這麼大的錢 但是小貨量 不是太少 所以我覺得 未來也要追緊一點 會好一點 但是當然 現在這些位置 是否即時要走呢 有些尷尬的 因為這一刻的低位 六毫一 跟早兩日突破上去 見頂的低位差不多 所以有機會這些位置 可能撐得住 如果這些位置撐得住 其實問題不大 有機會彈高一點 例如七毫多指 你可能平手 才走一走 但是假設六毫指 這邊是守不住 而再下 我覺得你的指洩位 可能放在十天線 大概五毫四指 我覺得如果穿回五毫四指 考慮就算你不是只蝕走了 可能先沽著一半 儘量將貨量減低一點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現在這一隻股份的心態 是不是都是回到家鄉就要走了 平手 即是不要想著再賺錢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你說 基本因素 說真的 它又不算很強 所以你說 即使接下來 再重新追捧醫藥股的話 都會選一些 可能龍頭一點 盈利比例強一點 但是這些可能 再次一下才會 但是到時 是不是真的一陣一陣 一炒完一線 炒二線 再炒三線 不知道 所以人家有機會彈高一點 我覺得都可能 借石減一點 走一走貨會好一點 好了 黃先生要盯緊股價 看看可不可以盡快回到家鄉 快點走那些貨 都是黃先生的電話 回答一下Cony的問題 YouTube上面 就有兩隻股份想問 先問三四七 安降的 11元買了 現在28.4元 現在應該怎樣做 他問應該要溝貨 我覺得溝貨就不太建議 因為說到11元幾 應該都很多年前買了 很高的水位 而其實之後 安降也曾經 例如下一些比較偏低的位置 例如5元 5元 5元 6元這些位置 如果要溝貨那些位置都做了 沒有理由現在到八個多元才考慮溝貨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 其實價格來說 不算太適合去溝貨 因為反過來 這些溝貨後 不知道還有多少水位 在網上去 因為其實你說過去這年來 沒錯 股價反覆來說是升的 是不差的 但是當中反映回 一來是真的供給性改革 是一些去產能的因素 令到降價是強一點 或者需求也多了一點 但是也不排除在股價上都發現了 甚至乎業績來說 雖然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但是因為早期年真的太差 虧得太多 但是未來還可以保持這麼強的增速 應該是比較難的 所以股價我覺得未必會有太大的看頭 所以COVER就不建議了 反而你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再彈高一點 就算輸也好 可能都要止一止 會比較合適一點 所以反而上面來說 你要看大約9元樓上 看看有沒有機會試一試這些位置 我覺得去回9元樓上的位置 不妨考慮減一減榜 比較合適一點 好 347不建議交貨 Cony 另外一個303位 亦達VTEC 108.8買 現在應該 又應不應該交貨呢 如果真的看回圖 你看 它都在95至100元這些水平 都熬了一陣 之前都是在一些相對較高的位置買了這隻股份 交不交呢 我覺得也一樣 不是太結構 因為其實 講一句 你說前景 當然我覺得 不是說太差 但當然沒有之前那麼好 因為特別它以往賣的那些 可能一些兒童的一些 譬如你叫玩具 或者一些個人電腦 類似的東西 其實可能那個蜘蛛渠道 某程上 可能靠玩具反抗程 但是大家也知道 都經歷了一些倒閉 就是它有因素 變相就來 蜘蛛渠道那邊 可能有些影響 對它收入前景 變相只是看法 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好 但當然 雷價其實 雷價下了很多 我覺得 再跌的空間 其實不是那麼大 但是 近期其實股價 都屬於一個環區 95至100元邊 即是你說 破不破100元 一半一半 而現在其實 98元多 其實差過多元 如果假設破不了 可能又是下回95 所以倒閉如果真的想混 我覺得你拼它這陣子 突破不了 而再下回95才再混 這樣會好些 但是如果電話做完 突破到的 當然更加不用混 因為突破了100元 其實變相要走回5元左右 都去回大概105元 是 即是到時 反而你看著100元這個位 究竟先破不破 才做回相對的部署 兩隻股份都不建議現在混 Cony可以留意 另外 看看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早上兩位 早上 李先生想問哪隻股份 他現在換了一隻2009 是 金魚 哪個位可以罵的 沒有貨 金魚買不買得過 現在 今天就回回大廈 百分之一 馬金奇的走勢都是一般 一般的 應不應該買呢 水泥股 當然 水泥股應該買 但它 真的 這麼多隻 最弱的那隻 你看到每隻都還是叫高位 大家經常說 中建材負責很高 都在高位 但是唯一是這隻 是長期下跌 是 如果你要回走勢 上港禁落後 如果你真的駁 可能追落後 的話 這隻是有直撥性的 但是 為什麼它這麼黏 因為它本身 不是純粹來 它又有其他 即是內房等等 不同的業務 甚至乎它也很集中 可能在洪安區那邊 但是那邊的發展 雖然有些 航安新規的概念 但是這些是很長期的規劃 面上對它 沒有太多的刺激 雖然整個價值 不斷都在試下來 但是我覺得 接下來 股價 可能是3.3這些位 是有個支持的 到時可以是吸一吸 你駁個短線上落 你不要駁它 追回其他水泥股 那麼強的升幅 但是 如果你去到3.3這位 跌不穿 我覺得可以做個低級 短線駁一駁 看看有沒有機會試上 大概3.6至3.6.5這些位 做個短線的目標 而下面 只要不穿 今年的第3.2 問題不大 其實就是 反過來說 你用大概1毫子鬆一點 可能薄上面起碼 3-4毫子 其實那個直撥空間 都會有 到時來說 可以短線小住地試一試 好 林先生還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 有 新地拆細有沒有接駁 新地拆細 如果是本地地產股 新地127.8 拆細了之後 即是流通量大些 希望可以增輕股價 但是這些本地地產股 它有沒有新盤出呢 最近 其實就應該有 真的沒有問 還有你說就著拆細這個角度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炒作的 因為怎樣說 因為它拆細 入場費是相對叫低了 或者好像子龍華齋 有機會是增加回流通 買賣 但是大家也要看看 就是拆細完拆細之前 這個銀碼是否真的小了很多 因為你說當時 譬如之前 譬如信譽來說 它拆細原本是十幾萬 跳到一萬多 真的小了十倍 當然吸引 但是新龍機拆細也好 由原本十二萬多 下到六萬多 其實小了一半 吸不吸引 就是見仁見智 六萬多 不是說 每個人可以負擔得到 或者你去買 可能買得到一兩手 有些人 我不是說每個人 變相吸引性 算不算很大 我覺得是未必的 所以你說 就著拆細這些因素 算不算有很大的炒作空間 或者可以令他流通量很多 我覺得又未治癒 再加上 剛才志龍說 就是機保面 暫時又沒有特別多的新盤 可以炒起它 或者你產股 再加上下星期又有意識 雖然預了加息 或者某程度上 股價反映了 但是你說 會不會反過來 有個很大的炒作空間 上去 又未治癒 就算不跌也好 不會說怎樣大升 所以我覺得 這隻來講 有機會都保留在這些位置 一百二十多元邊 上水落落 我覺得直播空間 不是那麼大 所有水位都不是那麼多 好 林先生可以留意一下 Ravi的建議 又回答一下Email上面 家庭觀眾的問題 6060仲安 他就說股價之前是不斷跌的 前景點 他應該拿了不少貨 現在不知怎算好 86元買的 其實如果以回 當然其實近期 特別是前幾天 彈過一下上去 其實你說彈過因素 關不關 業務 或者基本面改變事 我覺得又未至於太關 反而你見到早幾天升 不只是他 他也好 或者是去年同期上一堆 所謂新經濟的相關股 譬如雷蛇 那些都有彈下 再加上今年上的 譬如平安好醫生 這隻相關類似的概念 那些股份 又是彈下 其實有少少因爲 就是早幾天開始 你見到資金是減回 譬如有騰上去減下 肥股減下 然後相關所謂影子股 都有一些短線是最窮 畢竟累計的幅很大 但是這些就真的是很短線的彈性 這完全跟基本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改變 所以你說彈到差不多 有沒有再早報上網空間 就真的不是那麼多 再加上你見到近幾天彈完之後 其實到了埋近50天線 又馬上有阻力 今天再踏下來 所以如果你本身 拜一個幾天有貨 有比較多 其實應該之前一早要走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減到榜 我覺得你希望他在來短期 不要再穿 像50元這些位置留下 因為其實上市最低位 幾次都是挨壓50元邊 都有過反彈的 如果你現在50元不穿 你駁它再踏上 挨壓58至60元邊 我覺得逢高考慮 減一下一些榜 會比較好些 因為其實你說前景我又不好說它很差 但是什麼時候有個很大的盈利能力 這個是近年多上一堆的新經濟股 一個不確定因素 是否真的可以 其實不知道 甚至等多久都是不知道 所以有得彈高一些 可能減低一些榜 才會比較合適 好了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提問 都跟Ralphi談到這裡 Ralphi有沒有遲有上述提入股份 都沒有遲有的 好啊 麻煩Ralphi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 發生一個很明顯 等等 走吧 我一定會祝福 可以